大家好,Atrisha,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在星期六晚上,德甲第三輪有場重頭戲 多蒙特將會主場迎戰雲達不來媒 到時M直播將會有這場賽事的現場直播 多蒙特以聯賽兩連勝強勢開局 並且還在上輪聯賽刷新兩大紀錄 今場面對連續處於和局的星巴馬雲達不來媒 多蒙特可以說是取勝在亡 上將德甲次輪 多蒙特作客以3比1逆轉費雷堡 他們取得聯賽開局兩連勝 而主席艾丁泰石亦率對收獲跨賽季 德甲九連勝 成為首位做到這一點的多蒙特教頭 打破高普在11、12賽季創造的隊士紀錄 與此同時,艾丁泰石亦被媒體譽為金獎的MVP 雖然多蒙特曾以0比1比分落後長達42分鐘 但艾丁泰石的四次換人 除了祖利安、白蘭特之外 其餘三名後備球員都能成功破滿 這個現象是多蒙特征戰德甲歷史上的首次出現 歌獎之後,多蒙特目前在聯賽兩連勝 而且與榜首拜仁同德六分成為聯賽開局最出色的隊伍之一 更難得的是,多蒙特還能上演青春風暴 他們上輪聯賽當中,兩球都是來自於2004年出生的小將 芝美吉坦斯和莫高高 其中莫高高更想演全球好戲 看得到,在核心夏蘭特今下出走之後 多蒙特在隊長馬高雷斯的引領下 一中進攻守集體爆發 值得一提是多蒙特近十四次各項賽事主場 迎戰雲達北萊梅取得十一勝兩為一負的佳職 其中包括主場九連勝 不看得到伊道納信號公園球場 並不是雲達北萊梅的福地 陣容方面後衛蘇利和前鋒艾迪耶美都欣賞又戰 另一位前鋒賀就因傷缺陣了 另一邊與多蒙特以聯賽兩年勝的強勢開局相比 雲達北萊梅的表現就信息得多 他們連續與旭爾夫斯堡史特加打成平手 球隊只能以聯賽兩年和開局 目前還未能打開聯賽的勝利之門 可能唯一感到安慰的是 雲達北萊梅開局前兩輪聯賽當中 一共入四球 其中攻入兩球的是富拿古加 他成為陣中的首席射手 球隊擁有一定的進攻火力 但話雖如此 雲達北萊梅作為星巴馬 球隊的實力已經金飛色比 目前全隊身價只有5,616萬歐元 排名得甲下游行列 更加不利是 雲達北萊梅今下並沒有對球隊主力陣容 進行過大調整 雖然大部分主力球員都能留隊 但隱瞞方面 只能以年輕球員為主 看得到雲達北萊梅的主力陣容 仍以上季得月班底為主 這與豪門多蒙特相比可以相差甚遠 更一提是 雲達北萊梅連同新球季首場聯賽作客不勝之後 他們已經連續5場得甲作客無一勝職 當中包括作客曾經以1比4不敵多蒙特 今次再戰這個老對手 雲達北萊梅確實不宜高估 在陣容方面 中場 技師 迪欣高斯 和沙利科等人都是印上右展 中場